美丽的誓言 笨浪的流言 一世的谎言 画家的感言 喜爱都算你哭得深 却不是感觉完全 娱乐的白天 一起为了娱乐 喜爱的娱乐的白天 因为一生才是终于 娱乐的白天 娱乐圈又现周一见 柯正东房组民吸毒被抓 我做了最坏的示范 独潮震撼娱乐圈 众明星表态抵制毒品 多做好事不要吸毒 新二代教育好头疼 张静感叹做父母很艰难 想清楚再生吧 无尊拒绝女儿当童星 毕竟他还要专心读书 韩图案XO经纪人机场大人 建立韩国艺人耍大盆原因 娱乐的白天 欢迎来到好吃好给力波利海台 点心面独家冠名播出的 娱乐乐翻天 大家好 我是蜗牛 大家好 我是杨多 今天的娱乐圈又出大事件了 但是这个事件 我相信不是大家想看到的 就是在昨天爆出了 房组民和柯正东社图 已经坐视这个消息 并且被警方拘留 大家想象一个是 当红小生柯正东 另外一个是 成龙大哥的儿子房组民 这两大公众人物 竟然跟毒品联系在一起 真的是让我感觉很错愕 对 而且更让大家不理解的是 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在演员圈当中 就已经有很多的明星 因为西部被抓了进去 上演了一幕一幕的监狱风云 让我们更加难以明白的是 为什么大家没有引以为继 还在重复这样的错误呢 所以这个事件爆出之后 无疑当事人是在自毁前程 那同时呢 也是让真正爱他们 关系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们 以及喜欢他们的粉丝们 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 让他们很难过 很痛心 虽说离2015年 还有小半年的时间 但小编敢嘟着小嘴 排着胸部向科会保证 2014年度娱乐关键词 明星吸毒四个大字 绝对榜上有名 自打今年三月 歌手李戴默吸毒被抓以来 娱乐圈就刮起了一股 前所未有的毒霾 导演张元 编剧宁财神 演员张耀阳 以及张默高虎 既连因为吸毒而被警方逮捕 可明星吸毒事件 非但没有息事降温 反倒是随着气温持续发热 更在昨天迎来了最高潮段落 柯震东房主名吸毒被抓 事情发生 我到现在 其实就是一样 很非常后悔 我真的很抱歉 我做了最坏的示范 最坏的影响 我就很心很痛 所以我想向他们说抱歉 这是错误的奇怪 我非常难过 拘留所里的柯震东 哭成了泪人 可就算诚意忏悔 吸毒事实 却已是板上钉钉 原本大好的星途 也在瞬间蒙上了阴影 不仅会因为吸毒事件 影响到新电影中的戏份 原先由柯震东代言的广告 也将全部叫停 估计每月损失将达600 由于中天的演艺事业 被柯震东自己一手葬送 从8月17号晚上开始 有关柯震东在内地吸毒 被捕的消息 便在微博上悄悄传播开来 网友许航发微博称 柯震东吸毒被抓了 我爸审了一宿 等着看新闻呀 而当媒体向柯震东经纪人 纠正此事时 得到的答复 却是还在找人 不方便回应 这切小的回答 也正式拉开了 柯震东吸毒事件的大幕 昨天中午 《精华时报》和央视新闻 在经吸毒被捕的消息 一时间关于柯震东吸毒的话题 在网络上炸开了锅 曾经的小鲜肉变成了烟熏肉 实在叫人唏嘘 而更据讽刺意味的是 柯震东曾在2012年 和晨烟熙九把刀等人 一同参与拍摄禁毒宣传片 我是九把刀 我是陈烟熙 我是柯震东 我是赖亚言 我是王传一 我是陈特琪 我不吸毒 他们可能会觉得 用毒品可以放松 或是解决问题 可是我觉得 这是完全没有任何效果的 生活中有再多的压力 或干嘛 有真的很多管道 你有朋友有家人 好好地跟朋友聊聊 今天就可以发起压力 就是没有必要用到毒品 当初充满诚意的劝戒 在今天看来更像是虚伪的谎言 而更叫人没想到的是 在这次吸毒事件中 被抓的不只是柯震东 还有我们的龙太姐房祖明 昨天下午 在柯震东因吸毒被捕消息 被坐实之后 清津暴又抱住了 房祖明和柯震东 一同被警方逮捕的消息 更表示两人此次被警方控制 并非简单的涉毒治安事件 而是涉嫌刑事犯罪 想要的是呢 成龙之前也曾担任过禁毒大使 房祖明这回可着实是 深深地坑了老爹一把 有信念 是有希望 深爱生命 远离毒品 不过要说内疚的话呢 柯震东一点不比房祖明少 像当初 柯震东可是口口声声 答应成龙 不会带坏房祖明的呀 事到如今 讨论究竟是谁带坏了谁 还有意义吗 据媒体报道 柯震东将受到行政拘留 14天的处罚 柯震东经纪公司老板柴志平 也于昨天晚上8点 发表声明之前 他真的犯错了 就该承受法律的责任 年少轻狂不是借口 我们对柯震东的错误 则无旁贷 请让我们向社会大众 郑重地道歉 说一声对不起 欠在心中只剩遗憾 全言心呢 也在微博发文 真是个大笨蛋 不过呢 相比事业上的同事和伙伴 最担心的还是家人 昨天深夜 在得知柯震东吸毒后 柯爸柯妈 也于第一时间飞敌北京 他假如做了这些坏事 不好的事情 当然是要 是要为他的行为负责 我们也会谴责的 会不会怪房祖明 不会不会 怪房祖明 难道是房祖明 带坏的柯震东 就现在看来 房祖明的情况 的确要严重得多 根据平安北京官方微博 昨晚九点发布的 微博声明显示 警方在房祖明的住所内 缴获大麻一碗余客 房祖明因涉嫌容留 他人吸毒罪 被依法刑事拘留 这是谁给你 妈妈 就有时候 很久了 这些 也有一两年 这些是什么 大麻 大麻 这里是什么 打开 你自己打 你到了吗 这是你干嘛 根据法律的规定 房祖明可能会面临最少三年的牢狱之灾 而房祖明的经纪公司 也在随后发表声明 代表房祖明本人 向社会公众致歉 愿意与房祖明一起承担 不过呢 要说这网友们最关心的 可能还是此时成龙大哥的心情 此前另外一位坑爹的新二代张默 因吸毒被抓 老爸张国立至今没有表态 估计我们的成龙大哥对于此事 也是不会回应的 不过我们可以从去年四月 成龙大哥接受媒体采访学的一段话中 读懂个七八成吧 他学坏的时候我就管 管 我会管得很严 如果他真的是 他如果他真的是手向歪徒了的话 我就会一定会管得很严 会报警啊 抓他 坐牢啊 都会 万万没想到成龙大哥口中的教育方式 竟然成了儿子房祖明 今天的窘境 不过正如成龙大哥绝不寻思的态度一样 对于明星吸毒事件 我们也不应另眼相待 北京演出行业协会 近日发出倡议 不录用 不组织涉毒演艺人员参加演艺活动 小编希望各位演艺圈明星 极身自好 真爱生命 远离毒品 乐坟田综合报道 看完这些之后 我相信大家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 就对最新娱乐圈里面 吸毒这些明星 真的是太失望了 为什么在我们娱乐圈里面 接二连三会出现吸毒的事件 你也看看这个柯震东才23岁 这么小的年纪 而且誓言的正在如意猪天当中 为什么要去创毒品呢 但是话说回来 这些吸毒的明星 毕竟还是眼圈的个别现象 我相信大部分的明星 他们都会即身自好 给大家做好一个良好的示范作用 独潮震撼娱乐圈 星期小福相信成龙不偏袒房祖民 昨天也就是8月18日 网络上疯传 柯震东房祖民吸毒被捕仪式 经过40多小时的发酵 终于得到多方证实 8月14日经群众举报 北京警方在东城区 将房祖民 柯震东等涉毒人员查获 并在房祖民住所 缴获毒品大麻一把余克 更加打脸的是 2009年成龙还受聘为 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 当年的禁毒大使一定想不到 五年后自己的儿子 会因为吸毒被捕 昨天星期小福正在参加 北京举行的公益活动 同时也是好莱坞动作电影 超级行动的全球启动仪式 身为成龙的徒弟 那就难免被问及 对于房祖民涉毒仪式的看法 师傅就说了仪式同仁 无论我们犯任何错误 他不会打扰我们 我们跟祖民接触蛮多的 但是好像没有发现 他是这样的 我们不敢相信 但是呢 新闻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希望 他能够好好的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吧 独潮正看娱乐娟 林陈如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期节目 这是我作为一个父亲最荣耀的地方 独潮震撼娱乐圈 房祖民涉毒任达华很痛心 房祖民与柯正宗涉毒 真心事人的同时 也让身边人倍感痛心 昨天与房祖民父亲成龙 是多年好友的任达华 在香港出席活动时 谈言为事件感到很遗憾 最近这几天跟他双几天不过 他是一个非常乖的 我觉得他好有礼貌 对 好像礼貌很乖的一个小孩 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当然心痛我们就非常心痛 但是我希望他能够把最后 把这个精能量能够散发出来 告诉别人什么是对什么的 所以我们应该多给他们机会 接二连三有新二代涉嫌吸毒的新闻 御用一女的华哥你会怕吗 我不怕的 因为我从小都大一定跟他 有一个很好的在看电视 或者跟他看很多不同的新闻 教读他什么是对什么的 乐凡天宗泉报道 继昨天房祖民和柯正宗 吸毒事件爆出之后 这个网友们也给宇乐圈封了 一个新的组合 这个组合呢叫坑叶组合 它分别是张国立的儿子张默和成龙的儿子房祖民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这俩人还真的是傻傻分不清楚 长得还有点像 那你看啊 这个张国立和成龙 应该算是演艺圈的这个大哥级的人物了 一直一来呢 那这两个人都在演艺圈树了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公众形象 而且呢给演艺圈也带来很多的正能量 没错那成龙大哥呢 还是我们这个中国的禁毒大使 所以你看房祖民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无疑是给他老爸一记响亮的耳光 那这一记响亮的耳光也是打醒了全天下的父母 教育问题真的是一个大的问题啊 新二代教育好头疼 张静感叹做父母很艰难 教育得从娃娃抓紧 伸出开着农房祖民这样的熊孩子 还真心是让爹妈不省心呀 而新二代的教育问题又再次引起关注 给孩子好的教育资金是关键 如今拥有两个可爱的小公主的张静和蔡少芬 昨天以夫妻档亮相代言活动晒恩爱捞金 据说酬劳不少哟 看来这孩子的奶粉钱又多了一笔 两个人肯定比一个人多 这个是很正常的 要找到我们两个也是挺困难的 所以我觉得从头高一点也是对的 对啊 以后多点吧 对 你应该会是有点 七位以上 七位以上了 不过就算捞多少斤 想必这对精打细算的夫妻 也要全投资到两位小公主身上 说起如今这当爹当妈那是各种不容易 万一生个熊孩子 后果那是不堪设想 孩子难养张静蔡少芬可没少感慨 现在做父母真的很惨 三岁 一个三岁 一个鱼 所以就要开始考虑他以后要多 哪上中学 哪上大学 对 哎哟 想清楚再生娃 别想太多了 生完再说吧 小编那名 生娃要慎重呀 各位明星 新二代教育好头疼 无尊拒绝女儿当童星 行男带娃靠不靠谱 成龙给咱们带了一个坏头 不过呢 也有例外的不是 话说呢 花样美男无尊 自从公开家庭之后 人气不减反增 而前段时间呢 在电视节目中 对女儿的温情流露 让这位年轻的爸爸帅气爆棚 这呢 无尊带着她的小公主 娜娜前往澳门出席活动 娜娜快四岁咯 主办方特别为小公主 安排了巨型蛋糕 不过小公主的生日愿望 就有点让奶爸无尊哭笑不得了 What is your birthday wish Your birthday wish is papa Papa want the birthday wish papa want the birthday wish papa want the birthday wish 吴爸爸你看 女儿要棒棒糖 也不要你咯 伤心的吴爸爸自我安慰模式 全面启动 说啥也不承认自己输给的棒棒糖 她开玩笑的啦 通常讲第一个是她 才是真话 对 所以她还是要我 漂亮的奶奶还真心是猛到不行呀 话说呢 不少小公主小王子 都因为参与电视节目后 慢慢地踏进童心之路 不知无尊是否愿意为女儿 打造一条星光大道呢 同心不会啦 对啊 我觉得要她去演戏 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困难 对 然后毕竟她还要专心读书 她如果要进这一行的话呢 我觉得我一定是要她的经纪人 对 假如她签给其他人的话呢 一定是一个no 小编点名 爸爸是王牌经纪人 乐阪田综合报道 乐阪田 欢迎回到玻璃海点心 独家怪兵播出的 一乐乐阪田 大家好 我翔多 大家好 我是吴牛 那我们整期节目呢 都在跟大家聊这个艺人 要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 除了自己要以身作则之外呢 其实身边的工作人员 也是个非常大的 非常重要的一因素 因为身边的工作人员 也代表艺人的形象 对 我们今天要说到就是呢 这个韩国的一个潮流团体 XO他们这个工作团队当中 就出现了一个打人事件 怎么回事 刚刚去看一下 如此混乱的现场 难道是在抓小偷 做做做 这被传是韩国最红的组合 XO的经纪人被警方制服的画面 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呢 原来是XO在南京机场现身时 他们的经纪人 因拒绝安检动手打人 这才被警方带走 据网友爆料 在安检时 XO的行李出现问题 需要再次安检时 XO的经纪人拒绝 并对机场的拘救人员 进行推散 怒骂 用脚踢安保桌椅 甚至还摔了粉丝的相机 但XO所属的经纪公司 SM发表声明称 打人者是安保 而非经纪人 并表示相关事件已圆满解决 虽然此次事件与经纪人无关 但由于XO经纪人 曾经有过前科 让人不由得再无法确定 打人者身份的时候 将矛头指向经纪人 而除了XO之外 同公司的前辈团体 Super Junior Shining等工作人员 也曾被揭露过 对粉丝大打出手 甚至造成女粉丝 又必疑似脱臼 我说你们这群工作人员 你们这真是分分钟 为自己的艺人 招黑的节奏呀 几年来 韩流已经成为了 全亚洲范围的流行风向 接着韩流盛行的东风 不少韩国艺人 来到中国捞金 就在中国粉丝们 沉迷于常对男神女神的 魅力的同时 也不时有关于 韩星耍大牌 经纪人和媒体 肢体冲突之类的 负面消息传出 那么韩国明星 真的像传说中 那么难搞吗 自从继承者李明浩 登上春晚舞台之后呢 他来中国的次数 也更加地频繁 为了防止 无所不能的疯狂粉丝 接触到李明浩 男神出席活动的安保措施 也是一再提高 之前在 全都某品牌发布会上 因为怀疑有粉丝 汇入现场 在韩方要求下 继承先后两次被清场后 才再次入场 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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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们叫哪个人 我们开门 而当大家二次落座之后 韩方工作人员 依然坚定不移地试图 把他们认为 长得像粉丝的女记者们 清理出去 除了高标准的安保外 采访环节媒体们 被要求按照李明浩方面 确认过的提纲提问 而主办方更制定了 两位主婚妻子 我全都来提案 真的 提问了 除了主问记者的严防死守 在突发提问出现时 翻译姑娘也十分敬业地 为李明浩打架 造成这样的一个建策 都是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 会有些不一样的 这种 这个问题是一句 小编觉得 能提出这么些 可可的要求 你们也真是满听的啦 既然说到了要求可可 就不得不提一下寒流的 元老级人物 金喜善和安妻炫了 在2010年某商业活动上 金喜善作为压旧出场 但是所有的明星 逐一亮相之后 却一直不见女神身影 原来是金喜善的金钱要求 限制场地里面的摄影机台数 导致一些记者不得不临时 被告知要退场 从而引发媒体和中国主办方之间的 支配冲突 而更久之前 韩星安妻炫也曾因为在场 中国媒体问题不友好 临时取消了军访 以及专访环节 在全亚洲有着超高人气的韩星们 在强势的经纪公司要求下 让人觉得很难搞耍大盘 但在小编看来 各位韩星纯粹是捧着兜中将的节奏 据熟知韩国娱乐圈现状的小编了解 中国的经纪人多是保姆型的 哄着躺着艺烟 正怕丢了饭碗 而韩国的经纪公司 对待手下艺人严厉苛刻 不容许有一点的差错 一右一动 韩方经纪公司就会开始 永恒不变地散步举 大断 大吼 大艺人走 由于经纪人们无法入乡随俗 磨合中国的处理方式 大多数时候 韩星们只能无辜地被刷打盘 不过小编认为 经纪人犯错偶像买单 还是建议各位韩国经纪人 增加一点职业素养 要想在娱乐圈混得长久 除了需要出众的才艺和脸蛋 本身的支持 才是长久不衰的根本 欢迎来到玻璃海底 新闻娱乐显微信的环节 昨天的正确答案是 Selena要恭喜在乐盼天官方微博 还有官方微信平台获奖 两位朋友们 你将会获得好吃好 给离波利海点心面 为你提供的金美大礼包 还有呢就是陈柏林的 亲笔签名的这个签名照一张 以及我身后的金美的印度鞋一双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娱乐显微信的问题 问题就是 拿着小金球的人是谁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 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的方式 来告诉我们答案 回答正确就有机会 可以获得好吃好 给离波利海在点心面 送出的大礼包 一级无尊的金笔签名书 那除此之外呢 乐盼天也精心为大家准备一份礼物 就是来自于福建贵安 儿童职业乐园海底世界的这个门票 大家赶紧来收取吧